剛才我有一條視頻問中國的智庫之道 可否被其他國家重複使用 中國為何可以短短在七十多年 由一窮二白變成今天的中國 為甚麼中國能夠完成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脫貧工程 將接近幾億人由絕對貧窮拉上來 成為一個中等富裕的國家 這裏又見到在觀察社那一篇報導 今天發表的 說日媒記者就中國適現代化提問 中國中央明確回應 問題是甚麼呢 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適現代化 我們認為是貴國未來方向的關鍵詞 它的核心意義是甚麼呢 報告亦指出中國適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 提供新的選擇 這是否意味著貴國有意把自己的發展模式 出口到外國 我們來看看答案 答案分開幾點 我們一定要怎麼讀 他說現在中國適現代化有五個大的特徵 第一 中國適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 十四億多的人口規模 資源環境條件約束很大 這就是中國突出的國情 也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夠照搬外國模式 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必然有自己的特點 這麽大規模的人口的現代化 它的間距性和複雜性是前所未有的 同時它的意義和影響也是前所未有的 推動這麽規模的現代化 亦是對人類社會的巨大貢獻 我們亦都感覺到責任很大 嘩 說得很謙虛 第二 中國適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這句我覺得剛剛針對著印度 印度所採取的方式 就是搞一些所謂高科技 變成不可以全體人民一起參加 繼續方向這裏 他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決定 我們不能夠接受兩極化的格局 我們要讓全體人民都過上好日子 都有機會憑自己的能力參與現代化的進程 憑自己的貢獻 分享國家發展的成果 不能把那些群體 扔出去不理 當然共同富裕不是一個平均主義 亦不是一個傑富製貧 在這裏我們有一個先富後富 先富帶後富的問題 同時共同富裕亦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不可能一著而至 我們會堅定地處於這個方向努力 十八大以來 一億農村貧窮人口 全部成功脫貧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我覺得他真的非常之好 第三 中國式的現代化 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 以往這些國家的現代化是一個重大的臂柄 就是物質主義過度膨脹 強大的物質基礎 人和物質生活的資料豐豐富 當然是現代化的 題中應有的大義之宜 但如果人只是追求物質享受 沒有精神 健康的精神追求和豐富的精神生活 成為社會學家描述那種單向道的人 豐富多彩的人生 就會變成單一的物質慾望 亦是人類的悲劇 這是我們所不取的 我們強調是既物質富足 有精神富足 是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的官員層次 真的非常高 繼續第四 中國的現代化 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中觀世界現代化史 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 對生態環境破壞是一個通病 我們之前做過不少彎路 十八大之後我們堅決 揭制對生態環境破壞的勢頭 生態環境保護就發生了歷史性 轉折性 全局性變化 習近平總書記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 已經深入人心 並融入了我們的制度 政策和文化之中 我們今後會堅定不移 繼續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我們也知道 中國的森林 覆蓋面積 近年來也大大增加 當然這不是一代人的事 應該是自從新中國成立 有一大批人一直在做這件事 將環境改善 但是在工業化的過程 中國的確看到一些地方 環境受到破壞 但似乎今天已經修復得七七八八 我為中國非常之開心 第五個 它說中國式現代化 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這是覺得很清楚 我們中國是走和平發展 在我們這個現代化的過程中 中國未曾用過一兵一桌 未曾用過一顆子彈 我們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 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奴 我們的其次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這是我們制度決定的 也是我們文化決定的 走和平發展道路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 我們將會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我們希望其他國家 都走和平發展道路 最後總結 至於剛才你問中國是否有意向 把自己的發展模式 出口到國外 我想我們的立場和態度都是一貫的 非常明確我們不輸入別國模式 堅決反對其他國家將自己的模式 強加給中國 我們也不輸出中國模式 也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 每個國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 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 這是一種對人類多種性的主張 是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互相交流互鑑的態度 如果國際社會願意了解借鑑中國的經驗和做法 我們會躺開心飛 客觀介紹 同時我們也誠心誠意的了解 研究借鑑 另一個國家的經驗 難怪中國真的可以實踐 快速的現代化 慶幸中國找到一些真正有能力 有抱負的官員 為中國人謀幸福